歡迎大家回到第五集第二節的數讀 剛才我們介紹過一個我們叫做數學王子的人物就叫高斯 高斯他小時候就要去應付他老師的一條問題 就是由1再加2加3再加101 然後我們嘗試過用圖像化的方法去研究究竟他的想法是什麼 當時我們用了最後一個大三角形的方法 把這個大三角形切成兩半 而這兩半上面是一個小的三角形 下面這一節其實就是一個梯形 而梯形再加上一個三角形 其實它就是一個長方形 而長方形就是一個我們熟悉的事物 而這個熟悉的事物就是一個邊長五十格和闊一百零一的長方形 到最後我們就找到答案了 如果大家又由第一集看到第四集的觀眾 可以知道我由第一集開始講過一個例子 例子就是當時是有一個長方形的 而一個長方形我們很容易 因為知道長方形是我們熟悉的事物 所以將長方形的底乘高 兩個互相乘埋 我們就會得出它的面積 而第二個例子就是 我們看到一個看來好像是不熟悉的圖形 那個圖形就好像L形 而這個L形其實是我們不熟悉的事物 我們怎樣解決這個問題 就是我們要將L形切割 切割完之後就把它變成一個兩個長方形 兩個長方形都是我們熟悉的事物 加上我們就會找到奇形怪狀的事物的答案 其實這兩個例子可以這樣說 是屬於我所有解決問題的一個最基本的模式 為什麼這樣說呢 我們如果看回高斯的例子 如果我們將圖像畫這樣看 其實它也是在用這個模式 不過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為我們可以將它的題目 開頭由1再加2再加3 可以看成一個三角形 但是因為這些三角形 它不跟我們一般的很完美的三角形 其實它是由專砌出來的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直接去用三角形的公式 抵成高隨二去求到答案 但是當我們發覺 這個類似三角形的物體 將它斬開兩半 而斬開兩半之後 我們再拼在一起 它就剛好可以拼成一個真真正正的長方形 而這個長方形當然是我們熟悉的事物 剛才那三角形 記住我們其實是不熟悉的 因為你看起來 其實它是類似三角形 但其實它是一個好像有啞的圖形 其實我們還是不能夠知道這個答案究竟是什麼 但是當我們看回這個長方形之後 我們發現這個長方形就是我們熟悉的事物 所以我們可以用一些長方形的面積公式去解決這個問題 當然其實這個例子 高斯可能未必會用這樣的方法 但是為什麼我會跟大家分享這條題目呢 就是說其實原來 重點就是高斯看到這個題目裡面的模式 而有人這樣說 當然這個答案其實都被很多人 很多數學家接受 但可能其實它都不是一個很完整的答案 但我覺得這個答案已經非常好 就是說其實數學是一個研究模式的科學 原來它是將世間的事物全部 就找出它中間它背後的模式 譬如說 剛才我們計可能由 我們之前一至四集講過一些關於數字 和關於代數的 原來數字和代數 其實我們可以找到它一些規律出來的 而圖形和圖像形狀 我們也可以這樣說 就是原來這麼多種不同的圖形 其實它都可以簡化了一些最基本的形狀 由最初可能是三角形 然後再有正方形的元素 再有一些五角形、六角形、圓形 可以把圖像變成點線面 由這些最基本的元素 我們可以找到一些圖形的固定模式 譬如說 三角形的面積 我們可以知道原來它是底乘高隨二 原來我們發覺 所有三角形的面積 它的模式 原來我們都可以跟蹤得到 原來它就是底乘高隨二 可以這樣說 其實這個已經是我們比較上找到一個 究竟研究數學是什麼的一個比較好的答案 其實數學就是一個研究模式的一個題目 一個科學來的 其實我跟大家分享完這個故事之後 亦可以分享一句話 我是非常之喜歡的 這個就是高斯說過的 因為其實他是一個非常有成就的人 當時有人問他 為什麼你會這麼聰明呢 但高斯說過一句話 就是假如有人跟我一樣 那麼專心和持久去想一個問題 其實他都會得到同樣的創建 其實我們再看這些句子 我們可以這樣說 其實會不會是高斯很謙虛呢 還有其實我們看完之後 又專心又說持久去想一個問題 其實好像看來也是一些很陳康濫調理 但是我們都很認真去想一下 究竟高斯說這句話 其實是什麼意思 就是為什麼我們經常都要研究這個問題 為什麼有些人 他會計算可能會快一點點 他真的好像看來是有少許天分 究竟解決數學問題 是不是真的需要天分 當然我們可能不是說個個 我相信不是說很多人 好像高斯那樣 八歲就可能看到 一條這樣的問題背後裡面的模式 但是我們都可以看看 究竟數學本質是什麼一回事 但是其實呢 解決一個數學問題 其實他由最基本開始 而且我們這個節目是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其實是研究 DSE的數學題目的一個數學節目 所以其實DSE的課程 當然也是非常之簡單的 即是如果我們真的去說 究竟做DSE這個題目 其實需要的天分 其實根本是極之極之低的 但是為什麼也會有些人 成績特別出眾呢 有些人可能特別是摸來摸去都不明白 就是說原來他們對一些 這些數學的最基本的建築 建築的結構他們不了解 我們可以這樣想 其實數學的知識 就好像一個高樓大廈 那我們怎樣可以砌 我們自己腦裡面的高樓大廈呢 當然有些人 就找了一些最基本的磚來砌 但是問題就是 究竟為什麼有些人會砌得高些 有些人可以砌到一棟結構這麼宏偉的建築物呢 就是說原來他們對一些最基本的元素 他們的掌握是非常之深入的 他們完全把這些基本元素 就完全可以進入他們腦裡面 這樣不同一些可能有些少少 其他可能對數學沒有什麼興趣的人 他們可能把一些基本元素 就算他們知道 就算有可能是學過一些某些基本的模式 某些基本的數學公式也好 數學概念也好 其實他們擺得不穩固 所以一些不穩固的數學概念 到最後就沒有辦法建築一個 雲偉的數學建築物 所以其實我為什麼這麼多次強調 希望跟大家重溫一些題目呢 其實目的就是因為 我會希望大家在你腦裡面的數學地圖 可以完全很圓滿 由第一步可以完全貫通得到 我們學的東西裡面 所以我會經常跟大家去看一些數學題目 就是我們開始由最基本介紹的一些數學概念 每一次差不多我都會重溫一次 但是當然因為這個節目 沒有辦法去 每次都逐次逐次的重溫 因為時間都會有限制 但是我今次都會盡量 簡單地跟大家 盡快地解釋一次 就是原來我們 由最初我們很自然然裡面 會有這個自然數的概念 因為其實由原始人已經開始有了 而這些自然的自然數概念 就是因為我們有加減乘除 當然譬如說5加7 這些題目我們可以解決得到 因為5加7是12 其實在自然數的系統裡面 其實都會解決得到 但是出現一些可能5減7 我們發覺如果你沒有負數 其實是解決不了這些問題 所以數學家當時就要創造一些負數 負整數 當然一直創造下去 到最後我們會去到這個 複數的系統 Compax number 當然複數之後 還有其他一些 還有複數以外的數學概念 但是因為我們這個DSE 其實研究到複數 這些數字其實是一些比較屬於固定的數字 但是我們透過一些問題 這個問題就是研究什麼是雙數 什麼是單數 雙數再加上單數 究竟它是一個什麼答案 而我們發覺原來雙數再加上單數 我們可以借助 Algebra 可以借助代數 原來這個代數 可以幫助我們定義究竟什麼是雙數 原來雙數就是2N 單數就是2K加1 當然N和K就是一些自然數 是一些整數 而單數再加上雙數 原來我們發覺 剛剛好就等於2的括弧N加K 再加1 而這個2N加K 其實它就屬於2N 就會屬於一個單數 再加上1 那單數加1 原來它是一個雙數 雙數加1 就會是單 就會是一個單數 我們發覺原來代數 能夠幫助我們去解決一些 比較抽象的數學題目 而這個代數的操作 基本上跟普通的數字 普通的Constant 普通的我們之前學的數學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 它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操作 那這三個操作 第一就是加 那為什麼其實沒有減的呢 其實加和減本身是一樣的 因為我們現在開始 學一個可以叫做一個 比較高層次的科目 可以叫做代數 比較抽象一點點的題目 而這個抽象少爺的世界裡面 我很想跟大家澄清一些數學概念 就是說其實我們不存在減數 其實減數也是加數 因為減數 它本身就是加數 為什麼呢 其實它只不過是 將一個負數 即是本身就是 譬如說 1-2 其實它是一再加負2 只不過一再加一個負數出來 所以我們會把它看成減數 其實它本質也是一個加數 那究竟乘數又是什麼呢 其實乘數原來是一個 也是屬於加數 因為乘數 譬如說5乘7 其實是5.7加起來 所以等於35 那除數其實也是屬於乘數 因為其實除數 譬如說 譬如說 5除7 其實本身5除7 就是5乘1 是5乘1 的運算 好了 上一集 我和大家 用一節的時間 去介紹 究竟 一些代數 它裡面的 關於指數 的操作方法 當然 其實這7個 產品 已經是最基本的了 所以基本上 大家要對這7個 產品是非常非常熟悉 當我們非常非常熟悉 我們才能夠再解決之後來的問題 而我們也都解決了三個問題 那就是 2012 2013 和2014年的 都是第一題的 我們發覺其實這一類的題目 基本上是每年都出的 其實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非常 一定要 對這些問題 完全可以直接解決得到 其實除了這個Paper 2之外 其實Paper 1都不一樣的 但是 其實我們上一集 解決過這三個問題 但是因為我當時 和大家解決這個問題 我都希望能夠 簡單一點給大家看這個問題 可以直接 可以運用這些 而去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今集 我希望可以深入一點 去再和大家看一看 這個2013年Paper 2的第一題 那究竟2013年的Paper 2的第一題 究竟有什麼特別 是需要我今次和大家探討 下一集我們一起去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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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就會選擇 能到了 下一集大家 我們這樣有50